玩碰碰車這麼開心 有得玩好玩 因為來遠這個碰碰碰車 最碰碰的地方是隨時會壞的 計開幕首日星期五晚跪下兩小時 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又因為機件故障壞了四小時 令不少市民望車輕騰 不要太失望 碰碰車起碼都叫有開放過 這個新巴乘巴開心列車 即時未開工已收工 朝早十一點 麗園一開放 已貼出暫停清潔進行中的告示 但卻不見有人清潔 即是怎樣?壞了 負責人說希望日內可以重開 雖然剛剛開幕就這樣壞那樣壞 不過闊別香港十八年的麗園 始終都有其吸引力 看看這條人龍就知 還有人特地來這裡拍婚照 說要找恐龍和大象天爐見證愛情 其實我們都知道中環海濱這邊 不停有不同種類的活動 再加上剛好現在再重新 可以再來一次麗園 那就選這裏 你就很欣賞這裏 但有人就覺得 新麗園和以前不同的感覺 很本地的 但現在這個就像多些 會是一個臨時的嘉年華 還有多些不同的人 就是本地的遊客 外國人 以前在理院就很少會見外國人 是很本地的 無論如何有得玩就先玩 況且新麗園都很爭氣 星期六首次全日開放給公眾入場 由上週十一點到下午五點鐘 短短六個小時之內 已經錄得超過兩萬人次入場 你今天玩了沒有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